埃隆·马斯克在为美军发射卫星,完善JPS导航系统,热议,到美国接断JPS后,谁能反击?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。 据澎湃新闻的消息称,目前SpaceX和美国太空部队相处得很好,为此美太空部队也将许多军方订单给了埃隆·马斯克,甚至连军用JPS也不例外。 而此次发射也是继今年6月份太空部队猎鹰9号发射之后的又一次发射任务。 据了解,此次发射的这颗JPS卫星将加入一个已经在轨道上的更大的卫星星座,成为美太空部队控制的第四颗卫星。 众所周知,我国也有类似于美国JPS导航系统的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导航系统,那就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。 并且现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也已经基本建设成熟了,可以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媲美美国JPS导航系统的存在。 现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全面覆盖全球并对外开放了,可是为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用得最多的还是美国的JPS卫星定位系统呢? 事实上,我国暂时也无计可施,也非常无奈。 虽然北斗系统已经对全球开放,但要在人们的生活中普及,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毕竟商人是主力的。 JPS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,使用其的性价比肯定是要比北斗卫星高的。 不过,主要原因其实是因为北斗卫星的名号还没有打响。 毕竟JPS已经伴随了人们好几十年,JPS反过已经成为了定位系统的代名词,所以在民众接受程度上,JPS显然更占优势。 而且,我国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目前多被用在军事领域和商业领域,在民用领域尚未得到广泛运用。 或许人们会说,国家投入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和资金,去创造一个中国版JPS干嘛? 投入与收入完全不成正比,何苦呢? 继续用JPS系统省点钱扶贫不香吗? 而答案是完全值得。 首先,使用美国的JPS系统终究是寄人篱下。 说白了,无论做什么都要受制于人,毫无隐私可言。 而且,如果老美不借了,我们咋办? 这就是典型的技术封锁,偏偏你还不能拿它怎么样? 就像是此前大家热议的那样,如果有一天美国打算切断JPS信号了,全球还有剩下那些国家能不受影响,能进行反击吗? 所以,北斗系统的研发是非常重要的。 如今的定位系统一旦依赖外来辅助,终究不是我们自己的。 一旦失去这个外来之源,我们无能为力,只能像个视力障碍者一般。 不过,北斗问世之后,虽然JPS定位系统可以控制很多国家,但唯独对中国造不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。 顶多就是商用与民用大受损伤,但军事方面能立即做出反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